S obir S obir 我不知道蠻壞牌的 只要我的插一個掛眼鏡 掛透視眼鏡 那個人走不走 走到哪裡 贏到哪裡 就比男子早就被路長路長 你這台沒力了 疑似帶透視眼鏡出老前 散男子說什麼就是分頭拔下 一個新人機 沒力量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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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亂成一團 拿棍棒搬椅子 炸毒男子被逼到牆角 頭被K到鮮血直流 還一度傳出正男子被戳瞎雙臉 電影007里的皇家賭場 下注籌碼 賭上線 不好奢侈程度 令人無法想像 而現實生活中的賭城 可是比電影更奢華 一整排的酒櫃 豪華的水晶燈 裝潢的寂靜奢侈 專屬VIP室就是要滿足富豪級的客人 為了服飾富豪 場內還有一種職業叫做公關 從機場接送到安排房間 一手包辦 年薪高達上百萬 連營運的藝人也搶劫要當 宣傳卸下千萬債務走到馬來西亞的 精神藝人李茂山 近幾年來專門招攬VIP級的胡客 到拉斯回家 或是東南亞 從中抽出的用金 甚至可以買下價值三千萬的豪宅 畫面中這位是老兄 就是日前破獲的金光黨 詐騙集團幕後首腦 警方發現這位幕後主持者 本身就是個台中大地主 不僅住在大庭院豪宅 出入都是名車代步 名下還至少擁有二十筆不動產 這位以靈性主賢為首的 老仙詐騙集團 模仿電影情節 讓成員扮演有錢不好 賣家子 女秘書等角色 大多選定獅子會成員後 在社群屬賭博 最後以出老仙的方式 詐騙得力 前男還站在派出所外 一邊走 眼睛還停留在裡面 疑不捨 直到圓景走出來 叫他不要擔心 他才安心的和一旁社工 離開派出所 因為他的父親還在裡頭 正要因為炸雞最邪 移送把擔 長髮身穿黑色上衣 這次還很碰心 裝心男子 當時實在不講話 卻還是散發一部晦氣 其實他曾經是個富豪 在萬華區開設四間檔戶 住豪宅開明車代步 就因為去年到地下賭場賭博 輸了五千多萬 讓他一夕並皆有 只能帶著兒子淪落街頭 我們要歡迎這一階段性 加入的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 算牌達人唐鴻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 稻江大學的修管系 順道副主任的 黃永利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看 最近一個新聞 大家嚇了一跳 那個侯佩成不是嫁入豪門嗎 沒錯 怎麼他公公賭博賭了 賭輸了三千六百萬 現在招沒人去 沒錯 因為侯佩成給人的感覺 就是一個好媳婦的形象 對 當時結婚的時候 那麼事實上也說 他嫁的這個婆家是身價百億 家族啦 家族身價百億 那麼公公身價二十億 然後呢 是台北齊迪化街得住 不得了啊 講到迪化街 反正就變成讚了 迪化街這百年來啊 台... 我記得我跑 大概快要二十五年前 跑一個火警迪化街 一個火警 燒十幾點鐘啦 一個... 一個看起來不起眼的 一個... 因為他的店面很小 但是他的眾生 咻著進去 哇好長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代表 我們全台灣的這個中藥財啦 然後火器包魚啦 都幾乎集中在迪化街 好人的代表 事實上他們到了這個澳門了以後呢 當然他沒有說時速交通全包啦 但是呢 先幫你電 電了以後呢 他手機不錯 那麼來澳門第一次呢 那個... 他們說啊 他就贏了五百六十多萬 然後扣除所有的費用啦 還有給他們中介公司的費用以後呢 還賺了四百多萬 到後來有一次八天慘賠了 賭輸三千四百多萬 那麼如果再加上 中介公司他們所墊的錢以後呢 大概是三千六百萬 一手贏錢一手開票出來 不過他有一張兩千萬的票兌現了 但是不是三千六百萬嗎 所以還有一張一千兩百萬 最後並把他票跳票 所以後來呢 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情 所以人家就出來爆料說 侯佩成的公公呢 那麼還有一筆一千六百多萬呢 這個等於說票呢 沒有處理好 澳門其實曾經喔 那個這個像類似的中介公司啊 曾經在我們台北市成立一個據點 他先借錢給你啊 他先借錢 因為你到那邊去 你沒有帶那麼多現金嘛 那麼我直接還可以借錢給你 一年 借出了五十幾億新台幣 你就吃了台灣人喔 還要拔掉 然後澳門後來現在賭場都開放了 很多台灣的黑幫的兄弟啦 還是名人啊 都直接在澳門的賭場直接包下整層樓的 甚至有人包到三層樓 直接 雖然是澳門人經營 其實根本就是我們台灣的道上兄弟 跟賭博界的名人呢 在裡面經營相關的合法賭場 所以當賭場仲介開始接近你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就是說 自己是個咖他才來接近你喔 小心真的會血本無歸 黃老師就有一個賭場仲介 讓我們屏東地區的機車大王 疊了個大跟頭 對 這個機車大王啊 他的絕景是97年到2001年 他把台灣的全部機車二手的 以公斤買 那一台一台的往哪邊賣 第三世界賣 他的身價呢高達了4億 那結果呢我們講 有一天他到酒店去喝酒 結果有一個人就幫他買單 那這一個人呢是誰呢 這就是賭場的agent總介 這個agent多少錢呢 在裡面就等兩分 一分給全部的幹部 你們拿去喝茶 來 等另外一分 給全部的阿弟仔 你們拿去吃點心 條件是什麼 我要幫這一個人買單 那你要把名片幫我送到他手上 那隔天呢 這個人要去參加喜宴他也打聽到了 再去找主人家安排在同一桌上面 讓他們有機會去結市 那結市完之後呢 這一個有機會之後 他就招待他去菲律賓做博彩遊戲 那這一個呢 短短的在四天之間呢 就把身家呢 四億呢 全部輸光 怎麼輸的啊 是沒有被炸賭嗎 他完全沒有被炸賭 他之前他一季就帶了七十萬的美金過去 用七十萬贏了八百多萬的美金 那後來一路輸不信邪 就這樣子輸到底 所以他曾經贏過 也不是刻意被讓的 不是 一切都是運氣 對 他一切都是運氣 他就是不信邪 因為百家樂很邪啊 不是裝就是邪 你手氣不好 可以連三十把才不中啊 那他這樣子下去 他現在在菲律賓啊 以擦皮鞋為生啊 機車大王現在連落到菲律賓的擦鞋人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在菲律賓的賭場 你有錢他就叫你 菲律賓 菲律賓 那你沒有錢的話 就變成修善菲律嘛 什麼叫修善菲律 我跟你說齁 譬如說齁 彭鞋他是二十一點女王 對不對 他在強調 旁邊有人給他加油 他就給他一些小費嘛 他在這邊就這樣子齁 擦了齁 將近十年的皮血還在擦 到今天為止還在擦 那他是榴槤在那邊 還是他五臉回到台灣 他已經五臉回到台灣 因為我們講齁 帶他去的那個仲介齁 破了一個紀錄喔 光帶他一個客人 那四天的退佣是六千三百萬的台幣 他好歹給他一點錢 讓他回家嘛 那個仲介給他的兩千萬 說董事長你世界已經不見了 這兩千萬你留著過生活 東山再騎 結果那個董事長林董 他也不回來台灣 兩千萬繼續賭 就留在那邊 買一個房子說我要長期看站 我要東山再騎 那結果長期看站 本來兩千萬在菲律賓 很好用嘛 買個房子有司機有女傭 銀行又有點存款 就這樣子小賭小賭 哪知道越賭越輸 從一個董事長到現在 擦皮鞋為生 所以這個仲介很準 很穩 他先向中這個金魚 這個大咖 向中之後呢 就尾隨他到夜店裡面去 然後就是 才花二十萬 打通他的名片進去 隔天再用一點心機 跟他去同一個喜宴 就這樣他賺了六千多萬 六千三百萬 個人退佣 但是他這六千三百萬裡面 他有留兩千萬給這個檔 對 所以他賺四千多萬 對 四天的時間 所以仲介 要花錢幫你買東西 你也不用想說錢多好 因為他等著後面更大床 對不對 對 他等著做你生意 方安你有類似這樣的一個體悟 對 就是之前有一個故事就是說 有一個老闆 大老闆 然後他原本安排了五天的行程去澳門玩 那通常去澳門玩個五天 其實時間很夠了對不對 但是呢 他第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內 就贏到了兩千萬港幣 非常非常的順 運氣非常好 對 那通常人家說會這種輸到 像剛剛那個故事裡面 輸到脫褲子 輸到都回不了家門的那種 通常都是你贏了錢 你不離開 然後呢 搞到自己最後輸錢 又想翻本 那這個大老闆 他其實是有一點自制力的 他發現說 贏到這麼多 那我應該要趕快走了 因為不可能有天天過年 這麼好的事情 他就打算要離開 可是這時候呢 你覺得賭場會讓他走嗎 所以賭場他這個時候 就寄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優惠 然後跟他說 你不要走啊這樣 他說不行不行 我這次這樣子玩夠了 我要趕快回去 他說那最後讓我們 用家常行李車送你去機場好嗎 那你回房間先休息一下 我幫你安排李車 結果安排李車呢 就又拖了一點時間 那你想澳門就這麼一個小的地方 所以從賭場開車到機場 到底要多久 根本不用多久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李車 好不容易在最後一刻 才接上了他 往機場開中間還拋錨 就讓他沒有趕上那班飛機 接下來就說 真是抱歉 讓我們補償你 你就多住一晚 我們免費招待幫你升等 然後呢我們招待你晚餐 然後再額外再給你一點紅包 讓你呢再去玩一下 明天同一個時間這班機 絕對把你送到 就多住這麼一晚 他不但把2000萬港幣賺的 全部輸回去 還倒輸了800萬 天啊 所以其實十讀九輸 就是你讀久了 最終那個錢 你終究是要還給賭場 所以賭場 就是澳門的都會傳說就對了 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哈 這是台灣的大老闆嗎 對 還好他沒有輸光是我的身家 回台灣賺一賺還是有的 對 這2000港幣變成 倒賠了800萬港幣 再來看看 中國這個信義區的大地主 也是被人家當什麼 被剝皮 接下來我講的這個 哇真的是大腳 信義區的大地主 台北市的信義區 我們曉得呢 這邊的地啊 這個是價值非常的高 但是呢 在這邊有一個老牌的建商 我現在要講的這個男主角呢 他們家是老牌建商世家 營建集團的 而他本人啊 光是土地商辦 土地買賣商辦等這些的租金 他一眼的收入有多少 我先保個密 但我要開始講 他的有一個很大的興趣 就是去澳門 小賭 小賭 小賭移情 結果有一次他的小賭事蹟呢 流傳到媒體 是 話說這個大亨呢 他有一回去澳門 他很喜歡玩百家樂 那這個大老闆呢 他每次去 他都是到私人的賭廳 然後他都習慣一個人跟莊家對賭 他不想要讓人家感到他在賭啊 所以他去私人的賭廳 大家有沒有看過有個店 叫做西雅圖北京 北京西雅圖這個博爾琴書 劇中不是有一個叫湯維的 他會飾演賭場的 他就演這個賭場的公關嗎 他專門在找大咖的 然後叫他來賭 好 電影中有一段台詞 他對著這個賭客 大賭客說 下一把我們該壓什麼 就賭客說 已經開了這麼多次的莊 壓個閒吧 他說不 趁勝追擊 繼續壓莊 我們叫追龍 結果他果然壓莊 又贏了 這樣的電影台詞 真實發生在我現在講的 信義區大地主大亨 他當時一坐下去 看到那個電腦的紀錄 已經連開了快十道的莊了 那他接下來應該是要壓莊 還是壓閒呢 我們曉得壓莊是1賠0.95 壓閒是1賠1賠1 照道理壓閒好像還多賺一點 沒有他覺得我也要趁勝追擊 彷彿跟電影一樣 他就壓莊 壓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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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他那一道可以下600萬港幣 折二台幣大概2000多萬 連中 連中 連中四五元 所以換句話說他追龍追對了 結果他就這樣子賺了幾千萬的港幣 折二台幣 是不是近1億 收手就好了 不夠恐怖的 不行我現在要插花獎 人家他一年土地買賣那些還有這個租金的收入是100億 一年100億 100億 所以他是用零錢在玩嗎 那他現在下來連續追龍 壓莊贏了1億多的台幣 他覺得那根本就 沒什麼 山牙縫你知道嗎 好 就這時候轉折點來 也就是這個轉折點 所以讓他上報 他發現電腦 我講這個紅安音地就特別感觸很深 因為他有 他常玩他知道 他看到電腦已經十幾道了 按照機率來講 觀眾朋友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改壓弦了 差不多了吧 這叫砍龍 這就不叫追龍 叫砍龍 因為一條龍下來他就砍龍 他就壓弦 但是他一壓弦之後 這有夠邪門 這個莊家 繼續莊 這個發牌的第二輪的 連續繼續發這個 就是莊銀 又連續了15道 太誇張了 那一道是600萬港幣 就是2000多萬 15道觀眾朋友幫他算算 他就輸了3億多 他非常非常不熟 沒關係啦 您用錢 真的很不爽耶 他就去休息 休息 但是不曉得是不是很邪門 他的賭運就是被這個砍到 就隔天 再隔天 他完都輸 他總共輸了10億多台幣回來 可是據賭場的人說 這個當勒呢 輸了10幾億啊 回台灣的時候呢 只是表情 臉有點臭而已 但是他說 對他的財產來說 一點都沒有傷害 為什麼 因為他年收入100多億嘛 怎麼有這種人 好奇怪喔 但是他輸的錢 我們可能十輩子賺 都賺不了 所以這對他來講 是零錢的遊戲啦 聽一聽本來想說損失慘重 其實還好 只是臉有點臭 還是要比你觀眾朋友 不賺多了 不賺多了 再來看看那個老師 有的人不信邪 對 結果呢 有的 現在有一個信邪的 現在有一個信邪的 現在要來講一個信邪的 對 在台南以前做碗粿 他說這個董 碗粿大王 碗粿董 你知道嗎 他帶五位老師出門 為什麼要帶五位老師出門 一個統計學專家 一個防炸肚專家 一個藝金的專家 一個風水的專家 還有風水 還有一個地理的專家 地理有什麼關係 都要看上誓 還有什麼 旁邊還有一個阿豬 冬湯 為什麼 因為冬湯的時候 他在旁邊就要養湯 養小鬼你知道嗎 嚇小鬼來搗蛋 你也不相信 連續贏了13天 他帶多少錢進去 帶一百萬去 結果這樣子一直贏 贏了13天 贏了大概七八百萬 也是七八百萬的美金 到第14天的早上還是贏 下午四個鐘頭 把全部的錢給輸光 為什麼 他各方面的專家都請到了 對啊 他在玩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到底該不該信邪 拉罷重大獎 21點狂贏嘛 百家樂一直接龍也贏嘛 可是我們講 運氣總有用完的時候 不要不信邪 你再怎麼好運 你不要以為那麼多老師 就可以讓你一路贏 到你開心為止 對 他如果早一點 我們講 賭場為什麼會贏 贏在人性 因為全部的賭客 就是爛屁股嘛 贏著不走嘛 真的 病態賭徒就是爛屁股 贏著不走 就是否則 你想想看 你每天如果帶5000塊錢去玩 你每天都輸也不可能 所以賭場還是贏在人性 贏在我們講的 贏在人性跟贏在統計學上面 結果運氣用完之後 你知道嗎 下午 也是一樣 兩條百家樂 就把這個13天來所贏的 全部給毀掉 陰謀不勝 對 還倒陪 趕緊回家 對 繼續賭碗粿來賭錢 沒有 回來而已 就算了 碗粿也換成是白人的 啊 賭碗粿都白人的喔 四戰老 那個賭碗粿是四戰老的 所以這說起來 真的你眼中所見的 所有在賭場來來去的 幾乎沒有好下場的 我講如果是小賭客 觀光客 基本上都不會 都是贏的多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 拼身家的 要拼身家的 沒有幾個有好下場 天啊 可是這位台中的富豪 應該只是玩玩啊 他沒有輸到很徹底吧 對 但是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中台灣知名酒店的一位董娘 那他呢 其實在賭場的 澳門賭場的VIP廳裡面 常去的人 大家都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物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 他的日子在台灣 他就覺得日子過得太無聊 所以只要日子一無聊 就說 哎呀 訂一下機票啦 明天直接去澳門 所以他日子無聊 就跑去澳門走一走 那他到澳門呢 你知道有錢人 他們上賭場 其實求的不是要 從那裡面賺多少錢 他們求的就是一個娛樂 就是玩一個爽 所以對他們來說 你就去想像 如果以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的收入 如果人家跟你玩說 我跟你玩一把賭一塊錢 你是不是覺得非常無聊 又不是小孩子在搬家家酒 所以對這些 身家百億的人 對他們這麼有錢的人來說 一般大廳裡的那個錢 他們是瞧不上的 他們覺得非常不好玩 所以他們會自己在 他們自己會在這個裡面 就是在賭場 VIP廳裡面呢 就是想要開到一個 一個 跟賭場要求說 我可不可以賭更大一點 因為每一張桌子 都有它的上限 那在VIP廳裡面 一般來說 大概兩三百萬的港幣 但是呢 這董娘就要求 我這樣子覺得沒有意思啊 玩太小了 你不能跟我玩大一點嗎 所以VIP廳的聽主 特別為他 就會開到五六百萬港幣 那開到五六百萬港幣的時候 他還是覺得沒意思 那他自己 講到這邊 我們要請中部地區的火山孝子們 自己反省一下 你放棠的錢 放棄的錢 放棄的錢 都覺得沒意思啊 對他都覺得沒意思 覺得玩起來不過癮這樣 那他自己 又有很多的這個 手法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大家會特別注意到他 VIP廳的人 都知道這號人物 是因為他實在是 小動作非常多 他會在桌上拜拜 就是他 他不知道是在養小鬼還是幹嘛 他在桌上拜拜 可是你會覺得 哪有那麼誇張的事情 在桌上可以拜拜的 你在VIP廳 如果你有辦法 移住下到五百萬港幣 你愛幹什麼 都可以幹什麼的 所以他不然就在桌上拜拜 不然就說 我要拿一盆水來 我要先洗個手 我才要咪牌 我也要把我剛剛不好的運氣洗掉 不然就是把那個牌 咪到折到那個牌 都爛掉 或者是在台上一直戳牌 就自以為是賭勝一直戳牌 之類的小動作非常非常多 所以每次都搞到 在這個廳裡面 他上了哪一張桌子 就沒有別人要在那張桌子上了 因為他的動作太多了 很難跟他一起同桌玩 對 然後再來 他後來玩到這個 一注五百萬港幣 他都覺得沒有意思 但是VIP廳的老闆 他等於是跟著賭客在對賭的 所以他讓你一注 可以玩這麼大 其實他自己承擔風險也變得很大 所以他就說 那你這樣子我玩的沒意思 那我以後不要在你這裡玩了 我要去別聽 找更大的桌子玩 他說不要這樣 這個時候其實就有另外一種玩法 就是在澳門他們聽主會額外再找其他人來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托底 那找托底的人是什麼意思 就是排桌上你就玩了這一組 但是托底的人他額外再跟你 就用你玩過的這一排對賭 所以變成如果我在這排桌上我贏了五百萬港幣 這個跟你托底的 如果他跟你托底一賠一 一托一的話呢 他額外也再賠你一百萬港幣 所以你玩一手牌呢 你兩邊各拿 那托底還可以不只一托一 還可以一托二 就是你在桌上贏一百 我這邊再付你兩百 這個台中知名的酒店董陽 在澳門的經驗是贏得多還輸得多 到最後還是輸得多 但是對他的身家來說不影響 所以說他是在有控制性 理性的範圍之下來 這邊消毒移情的就對了 可能別人是大毒 他是來移情 他沒有影響到他的身家就對了 對 所以拜拜也沒說一路好 你拜託北京哪有什麼好 我們去中國用料的時候 是來台灣的富豪愛賭實在是出名了 被鎖定炸賭集團嗎 對沒錯 跟各位解釋一下 偷雞也要十把米啊 如果有個華僑 南北華僑旁邊有很多人 那他住在五星級大飯店的總統套房喔 他進出都是那種賓士車黑頭車 都是有司機接送喔 那這樣的人他來幫你 比如說你要賣一個房子 還是要賣一個土地 他來跟你談人說OK 定金就先付了 然後呢完全不殺價 甚至於還說你賣得太便宜了 幹嘛 你會不會相信他 你很可能說他會不會是騙子 對不對 等到你出去跟他吃個飯 看他的排場 然後看他的這個 哇這麼有錢啊 各位其實講白了 就是一種大規模跨國性的金光黨 為什麼呢 這個騙局的這個大騙局 總共在我們台灣撈走了十幾億了 他已經大概進行了二十幾年 分別有不同的這個集團 但是手法都一樣 有不同的集團 都來自於馬來西亞跟印尼 他們在馬來西亞跟印尼呢 找了一些華裔的這個 華僑的這個第二代第三代呢 假裝是負二代負三代 然後一起來到台灣了以後 那麼住進了有計畫的 住進了這個台灣的五星級大飯店的總統套房 然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問題是你看到的 以為他們就是有錢人 然後等到出來 都想他自產嘛 那中間就會有一個Sakura出來講說 我是他叔叔啦 我這個孫啊 很 爸爸在馬來西亞 在印尼 花了那麼華僑 審吃減用賺了這麼多的錢 然後死去揮類 所以我特別把他帶到台灣來 想說在台灣買個什麼土地啊 買個房子幹嘛自產的 英美把他弄掉 為什麼說他金光黨呢 以下的說詞跟金光黨一樣 但是我怕他被騙啊 我怕他亂花錢 我怕他幹什麼 拿去賭博幹什麼 不如這樣 我們來做個好事 我們啊 用賭博的方式 然後呢 把他的錢全部贏過來 到時候他一時還給他 告訴他說 賭博是不可以的行為 聽起來很合理嘛 因為這樣我就不是要 炸賭片他的錢嘛 但前提是 你必須這個地主跟這個屋主 必須去拿一筆錢 錢出來 這筆錢便宜的一兩百萬 多的曾經到五億 你知道嗎 然後對方一想 唉唷 看起來喔 這個敗家子 這個不孝子 是可以這個賺一筆的 賺一筆 順便做做好事 安慰自己嘛 結果沒想到一開始的時候 偷雞為什麼要十把米呢 各位啊 人來參加賭博的時候 如果把把 一開始做下來 把把書你就不要拔了 你知道嗎 但是 我讓你藏錢頭 讓你藏錢頭 從幾十萬 幾百萬 你都贏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下賭桌了啦 我說真的啦 能夠來賭博的人 當你藏到天頭的時候 說喔 贏要走 那是他們青菜公公的啦 你不會走啦 因為你開剛才好 我不會走 對不對 所以呢 當他幾十萬 幾百萬 一直贏的時候 他就不會走 緊接而來 其實所有的咖 全部是炸賭老千 全部是的 然後就開始 突然間你就輸了 輸了以後呢 少的輸兩三百萬 多的輸兩千多萬 輸到好幾億 整個總共警方 這些年以來 所破獲的集團 大概有五大集團啊 從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這些地主 跟那個 那個等於說 賣房子的人 這些手上 大概捲走了 大概超過十五億 其中有一個地主呢 其實是老實人 他們如果被引入 他的土地 讓他們好心 他們好心拿去買嘛 因為被整個拐走了 他們老爺總是上吊自殺 你知道嗎 他們老爺真的健康一死人 結果沒想到一個地主 就全部被捲走了 而這個集團呢 因為在我們台灣 這種詐欺大賭 其實都判很輕判不重 結果最後 他們出來了以後 警方發現 出來以後 還是重新去召集馬來西亞 還有這個印尼 為什麼要馬來西亞跟印尼 因為他們講話 口音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用這個東西來 證明說 可以跟你互難 可以虎過你 所以下次再有人 因為你如果騙他說是什麼台灣的有錢人查一查 就查出來了 這個騙數台灣人很厲害 但是你如果是印尼或馬來西亞 你會相信他啊 而且我跟你講啊 當我出來給小費的時候 通常給那個飯店 威特的小費 那個一百兩百對不對 他一出手就是一千兩千 我問你啦 你看他出手都是這樣 你會不會相信 還有一種另類的賭博 在台灣其實滿受歡迎的耶 今天金爆新聞是獨家爆料 我跟各位講啊 曾經有這個報社去訪問了一位台灣的賭哥達人 也是養哥也是賽哥達人姓王啊 所以王姓達人就講 他說你不知道喔 這個王姓達人他當初還在念大學 他現在五十幾歲了 他當初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曾經因為賽哥贏了二十四萬獎金 他說在他那個年代可以買兩棟房子了 這麼厲害 所以他這一中期生呢 他就一直在賭哥 他現在五六十歲 他已經退休 因為他說他已經賺飽了 他就爆料 他說台灣的賭哥這個商機呢 高達七百億在於 你可能不曉得 第一個要養哥嘛 我看得很傷心耶 吃比我們比較好 真吃比我們比較好 他說既然要養出這些金牌特哥 金牌歌王啊 要為人生 要為陸容 是 這樣的市場就四十億了 然後歌子 因為你賽哥不是要有電子腳環嗎 你才能計算他一關又一關嘛 在台灣賭哥大概要破七關喔 那你那些電子腳環一個兩千塊 沒有 現在漲了喔 現在要三千了喔 所以可能價值十幾億 然後歌社 要有歌社你一定要大本營啊 這個大本營有時候便宜的一套五六十萬 好一點的可能要上好幾百萬 像我等一下就會講到台灣的某餐飲大亨 他在對岸的歌社長達一百二十公尺 看起來好像歌子的豪宅喔 那比賽也是需要花到錢的 比方說你到外海海放 然後現在我們在外海海放歌子了 那你要不要有船 你要不要有人 要不要有衛星定位 這些又有十幾億的市場喔 可是你別小看這些放出去的歌子 接下來就看看哪一隻是你的 哪一隻會飛回來 哪一隻可以幫你賺錢 職業的賽哥人口 台灣大概有六萬相關產業 加起來三十萬人 你現在知道七百億怎麼來了吧 可是呢 就因為這些歌子能替你賺錢 他也能夠博弈 開始有人就動這些歌子的腦筋了 你絕對想不到 歌子怎麼會有這樣的下場 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喔 這些歌子在飛出去之後 突然有時候飛飛飛飛 砰 歌子就倒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很奇怪喔 會突然喔 人生不夠好嗎 人生不夠好嗎 不是人生不夠好 也不是他滴基金喝的不夠多 他說喔 會旱地拔蟲突然跑出一個 兩百公尺長的網子 十秒鐘之內 上升三十公尺 然後歌子飛過去 就砰 就倒了 原來他們說都是黑道啊 在網哥 網哥把你歌子攔下來 那你不就倒不了冠軍了嗎 你要歌子自己養啊 對啊 你要 應該講比賽不能作弊 要平本的事嘛 不過這些達人就爆料喔 他說網哥那只是黑道中的小咖 他說大咖不是這樣缺錢的 不是這樣弄的 大咖是直接等你得獎金三億之後 直接問說 要噴一割 他說這樣不是更快嗎 你們鴿子平安飛回來 我想給他倒看路耶 對啊 但慧敏 你說一隻鴿子獎金可以有兩三億 真的假的 來 剛剛我說的那位王姓達人 他說他曾經有四隻鴿子 就我講的金牌特哥 賺了上億 但是他有四個股東 所以一個人當時分了兩千多萬 那也是我們很多人 一輩子才能賺得到的錢 好 那鴿子為什麼會被魯鴿呢 為什麼會被鴿鴿鴿呢 因為他的價值很高 你知道世界上最貴的鴿王 跟我有點關係 他姓博爾特 博爾特 我在想可能就是英文 B-I-R-D B-I-R-D 博爾特 你不要學王瑞德好不好 每次都說我乾媽關西菩薩 沒有 這隻鴿子又不叫瑞德特 它叫博爾特 一隻要價一千兩百三十八萬 台灣很多的鴿王 動輒也是上百萬 我現在很厚 我也沒有走入鴿界 沒有走入鴿界 沒有想到那麼好 等一下下了節目 你跟我一起去買鴿環 我們要開始來養鴿 對 慧敏 其實門檻並不高 一個人大概養十隻就可以參賽了 但是獎金正有傳說中的這麼高嗎 唯一浮上檯面的 剛好前陣子有個新聞 來 慶富造船不是出了問題嗎 我們曉得他的動作叫陳慶南 陳慶南前陣子不是被人家爆料說 你慶富造船財務有問題 八成可能是你在賽哥導致你虧損 對不對 可是陳慶南就出來講了 他說我怎麼可能會賽哥賽到說 我把公司給賽倒了 沒有啦 我的婚照很用的啦 而且 這是民主問題 他馬上出來澄清 而且他說哪有可能把公司弄倒 他公司都是幾百億的嘛 他就開始爆料了 這個就是有新聞可查的 他講 他說我如果養十隻鴿子 那我一隻鴿子綁一個電子攪黃 我一隻賭二十萬 那我十隻是不是也才兩百萬 那我一年賭三次 那是不是全輸也才輸了六百萬 我十年都共沽 我也才輸六千萬 我要怎麼樣讓我的公司倒掉 這是他講的喔 他講的喔 然後他接著又說 我的婚照很用的啊 我曾經有一次比賽 贏了九千萬台幣 他玩歌的歌齡有六十年 九千萬很驚人耶 他講的這段訪問 大家看出幾個事實 第一獎金的確有上億的 是 幾億這不在話下 然後輸贏好像沒這麼大 不至於會把家財百億的公司給輸掉 但我覺得這裡頭有個矛盾 他說他一次十隻嘛 那如果是一百隻呢 對啊 那一百隻就有可能啦 兩百隻呢 對不對 一次贏到九千萬耶 剛剛講到榮光姑娘死 他是正常的往生嘛 是 歌主就哭了三天了 三天三夜 如果你喜歡的鴿子被人家綁走 那不是更氣嗎 所以這二十九隻鴿子的氏族 也是很傷心欲絕啊 對啊 店名你就認識你專門綁鴿子的人 我不是認識專門綁鴿子的人 我是認識我們 在我們失牌的那個 那一次是要帶 就是要比北海的 要比北海的這個 那他怎樣 他這一次呢 他從台南買到了 第二種子的種子鴿 那這個 他好像一次買了十五隻就對了 好幾 一兩千萬啊 那因為在 你說十五隻一兩千萬喔 對 十五隻一兩千萬 還算便宜的 一直要百萬就對了 對 還算便宜的 然後但是他說 在跟中南部那邊的人 在搶這一批鴿子的時候有沒有 有發生一些口角 所以有用一些兄弟師去處理 所以才好不容易 把他們這些從台南有沒有 把鴿子買回到台北 那他們這個鴿子要怎麼樣呢 就是要先訓練 要帶去做運動 從很小的時候 應該真的是要帶去做運動 不要懷疑他們 因為我們在講好像是說 可能要帶去飛去訓練 對 其實他們的專業術語叫做 要帶我們家去做運動 要帶他去運動 要適當的帶他去運動 他說他有一次就是要帶去林口 然後放給他飛 飛一飛以後 沒有回來了 帶去運動 鴿子沒有回來了 對啊你看我剛剛吃什麼 對 去運動沒有 然後他其實他很有經驗 他一想就是到說 這被漏掉了 就是被魯歌集團被漏掉了 然後他們就聯絡我這個分交會回床 然後就打給他 通常這個鴿子 如果在會外賽的話 一隻鴿子 大概是在八千塊至兩萬塊左右而已 就是大概勒索的贖金大概是這樣 他跟他開架說 你這一籠的鴿子 我要我要給你拿三百 你就是三百萬的贖金就對了 那其實三百萬對他們來講 已經都會內賽了 這個三百萬 你說五百萬他也給他 他就趕快跟他講說 好 沒有問題 那你把我的鴿子不要去傷害到他 因為現前很多新聞有沒有 他們一些魯歌集團 錢也拿 鴿子也虐待到死掉 所以他有跟他交代說 我錢有利 但是你這個鴿子不要去動到他 所以他後來他們就約了 他們就約在一個地方 約在山上的一個地方要來交易 然後後來這婚交回到 他們就想說 先過去看看對方是什麼樣的人 一過去以後 對方就一個人 然後就提著皮箱嘛 錢就給他嘛 我說我來接婚交 他說沒有啊 我婚交怎麼可能給你換來 我如果給你換來 你們不會對我怎麼辦 所以他不是一手交錢 一手交歌 是先跟他拿完錢以後 再電話聯絡 再把婚交給他放回去 所以他錢給他拿了以後就開始打電話 說好啊 我錢收到了 就是準備要把鴿子放回來了嘛 後來過了一兩個小時以後 不好意思 鴿子也沒有飛回來家裡 他們其實 這婚交回廠早就知道 他們在比什麼出頭 這個車在開走的時候 早就有叫少年仔有沒有 跟著他 跟著他 所以在鴿子沒有飛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聯絡好 就跟著這台車 已經跟到了五股的一個 好像也是一個工廠 還是就是破破舊舊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一行人 會長也到 一進去啊 你知道他們是請誰在看管嗎 一進去 竟然請三四個外勞 在看管這些鴿子啊 他說一進去 會長說一進去的時候 不是只有他們家的鴿子 是好幾個鴿 好幾龍的鴿子 有可能樹林的 新莊的 台北的 士林的 獅牌的 然後結果是有外勞在看管 他們也不可能對外勞怎麼樣 因為外勞聽不懂中文 就一樣的齊齊楚楚 講不出話來嘛 然後後來他們就去找找找找 找到了 酒吧 酒吧 就石牌分會的分交會 這人十隻就是我們的 結果就把他提走 所以後來他們就知道說 他們這個鴿哥集團有沒有 他們就是 不一定錢給你拿的 鴿子還會給你放走 也許他們這些鴿子 全部都會幫你 所以他們就等於根據自己 把鴿子帶回來就對了 自己才平安把鴿子全部救回來 今天驚險一瞬間先來看 這些人到底怎麼回事 這麼瘋狂的挑戰紀錄 沒錯他們是挑戰人類的極限 大家千萬不要學 因為非常可怕 為什麼呢 第一個要告訴各位的是 那麼滑雪它衝下來了以後呢 理論上它應該要下來了以後 直接在這麼高的環境下下來 直接就滑下去了 結果各位沒有發現一件 很奇怪的事嗎 它沒有滑雪 它直接蹦下去 天啊 各位你知道多高嗎 二十幾層樓啊 它直接下來了以後 蹦 就在裡面了 還好還好是因為下面的雪 那麼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後來它應該有受傷 但是還可以站起來 最後站起來還可以勉強滑了一段 但事實上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一個不小心肋骨全斷全身 可能因為這樣就死掉了 那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還有一個極限是什麼呢 挑戰極限式 那麼這是一個挑戰極限 為什麼呢 它從鋼板上面呢 直接要把一輛車舉起來 舉起來了以後呢 那麼它是個大理士 所以舉起來以後 那麼各位可以仔細看喔 當它用雙手用頭把它舉起來了以後 最後它必須要把兩隻手給放下來 這是非常危險的各位 這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一個不小心緊骨折斷的話 它就終身癱瘓完全完蛋了 它就這樣把雙手放掉了以後 用頭部的力量頂起了這一輛自小客車 然後整整頂了超過33秒鐘啊 我的天啊 那當然是破世界紀錄了 怎麼拿起來啊 對沒有錯 但事實上是非常危險 被人看了感覺有夠重的 有夠痛的就對了 最後它挑戰成功 但事實上這個動作一個不小心 真的會連命都沒有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剛剛已經夠瘋狂 這跟我們瘋狂 為什麼 你有聽過五馬分屍吧 你沒有聽過自願到人家五馬分屍的吧 四部的這個機車重時吹 因此即將吹油門 以下面你可以發現 那個吹到那個整個冒煙有沒有 輪胎都冒煙了 所以它是吹真的 它是往前衝沒有錯 那麼這是古代的五馬分屍 那個等於說刑罰嗎 不是 它在創一個紀錄 為什麼呢 它要破過去的世界紀錄是20秒鐘 如果你被四輛摩托車這樣衝 能夠撐到破20秒鐘的話 就破紀錄了 最後這位大力士啊 足足撐了24秒鐘 最後呢你可以發現 他們事實上輪胎是不斷打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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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用了很多油門的那個力量啊 最後他成功的衝這個撐了24秒鐘 最後也拿到這個24秒鐘 打破世界紀錄的紀錄 不知道他手腳會被拉傷了 再來看看這個詭異的畫面 鐘伯 是 慧敏 因為這個是發生在眾目睽睽的日本職棒比賽 2012年8月26號 你看看阿布聖志祖打出了這一號 拳雷打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原來畫面當中 我們看到球飛出去 去中外野方向 其實應該在中外野落地的 可是就在這一刻 我紅光圈起來了 觀眾朋友看 他彷彿突然在空中砸到了一個東西 往前彈 有沒有 才打到了中外野計分板下方 變成一支拳雷打 這個連擊出這支拳雷打的巨人隊的選手 阿布聖志祖 自己在看重播畫面的時候 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好 觀眾朋友 有人說是撞到鳥 但有人說是撞鳥嗎 是撞鬼吧 但有人講 可能是打出去球在旋轉 但是不管怎麼樣 總有些事情是你看不到的力量在做過來 比方說在家中拜拜 家中都有神主牌吧 結果有人在自己家中神主牌 用攝影機在拍攝的時候 突然發現他的神主牌 旁邊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一起來找 手手手手 對 惠明你看到了 平常我們看東西都是惠明找得比較慢 這回你看得很明顯 就在神主牌的左邊 有兩支看起來不是很乾淨的手 不過這個爭議比較大 有人講說 對啊 你就一個人站在旁邊伸手就好了 但是呢 上傳影片的人說 沒有 這就是我家神主牌 突然看到一隻手我也沒有作假 那到底這手是哪裡來 可能祖先來了 不過還有一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力量來了 自己會走路的人字梯啊 這是發生在廣州的勵志廣場 我先跟各位講 中國大陸的廣州勵志廣場 本來就有很多的靈異傳說 結果突然出現在一個裝潢施工的現場 而且還是大中午 眾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 人字梯會走路 好 我們如果說是用魚線在拉 那魚線在拉 不可能讓它四個角都像人一樣會走 那不是要拉四條魚線嗎 而且平衡感還要很好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在可能不是魚線的情況下 它也能夠這樣子超靈異的自然行走 也有人說可能頗是斜的 但是也有人覺得 可是我覺得這是有律動感的 有律動感的 很像那種我們講 踩高蹺七夜八夜在走路對不對 對 到底什麼原因 觀眾朋友你覺得呢 好 再來看看這幾個畫面 我們對面對大自然 實在要心存敬畏 瑞德 對 沒錯 尤其是出去玩的時候 在山區啊 當你聽到或看到有小石頭 一定要小心為什麼呢 緊接而來就很可能發生我們現在 所看到的大批的土石崩落 這個不是土石流 但是比土石流還要可怕 為什麼 你看那個規模啊 下來以後還好之前 因為有些小落石了 你可以發現那些車子 其實都停在旁邊 其實在崩落 即便你已經遠離了 大概快要上百公尺啊 拍攝的人其實還可以聽到 驚呼聲跟那個等於說害怕 他後來也有稍微後退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被這些啊 不知道有幾百公噸的這個石頭 跟那個牛肉 可以打中的話 你想想看你的結果會怎麼樣 所以呢 在郊外去游的時候 尤其山上聽到有聲音 崩落的聲音 或是小時候一定要小心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有很多台灣觀光客 也喜歡去看冰川 冰河最這個底部的地方呢 常常會這樣崩落 那麼通常它崩落的這個速度呢 會很慢 所以呢 我們覺得好漂亮啊 幹什麼呢 慢慢地崩落以後 在那邊拍照 但你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你不要坐離 那個站著 或坐著離那個地方太近 為什麼呢 因為它崩落了以後 其實達到整個下面 你現在看到的只是 這個在河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個冰川的上面崩落 其實它下面很多地方 還會浮起來 甚至於如果萬一 它大塊大塊地崩落的那個速度 很快的話呢 可能還會發生意外 那麼除此之外 還要小心 那麼剛剛說的都是大自然 你看這個是在中國東莞 那麼連日豪雨 下了好多豪雨了以後呢 結果變成天坑 為什麼呢 因為豪雨把下面的這個泥沙 全部都帶走了以後呢 你的地基被掏空 所以越掏越大 越掏越大 你看那個房子的下面的地基 整個被掏空了 可以看得到 它本來所打的那個地基啊 所以後來這個天坑呢 事實上它的幅度非常大 最後也因為這樣造成一個 施工的工人 因為這樣死亡幾個人受傷了 所以後來要緊急趕快 要用什麼灌漿的方式等等去彌補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建築物被掏空的問題 好 再來看看三寶又來了 最近有開堆高機的 還有開飛機的 如果是堆高機的三寶 那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傷亡 你們看一下 這堆高機司機當時他在開 你這起重貨物的時候 你不曉得你的貨物很長嗎 你難道不看看你的貨物會不會打到人 結果去打到了那個旁邊 現在那個穿橘色衣服的人 還有這個堆高機也是 當在馬路中間 當口進而上回轉 結果這機車騎士 可能速度也快 結果就直接撞上了他那個 前面的兩個叉子 這個真的是會重傷 所以堆高車司機 有時候你看到他的時候 最好騎重機你要遠一點 但飛機降落 你沒有辦法看到他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在機腹底下 這個飛機 廣體科機在降落的時候 突然他的機鼻輪呢 是冒出真正白煙 結果還最後變成了電光火石 但恐怖的是 這邊機長不知道啊 機長還在開啊 他還在降落啊 所以呢 這個輪胎到底出什麼事不曉得 可是呢 這讓我想到絕命終點 不是有一段劇情 飛機的引擎起火 客人還看得到嘛 這個機鼻輪起火 這個機長當時渾然不知 真是讓人捏一把冷汗 還好後來沒什麼事情 接下來這段影片就很有事 就是一個人在加油站這邊 車停下來 整理後車下去 突然有一段車 甩尾即使而來 搞什麼東西啊 撞到他的車 那就是有一個三寶嘛 可能開車開太快嘛 所以把他的車給撞爛了嘛 那頂多下來大家彈一彈就好了對不對 結果錯了 完結結局360度大逆轉 原來剛才甩尾過來的人是故意的 他們是要來幹架的 他是甩尾進來要跟大家來打群架 所以有些人 是叫先生奪人 是看到這段影片就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原來本來以為可能是一個三寶衝動的意外 竟然是甩尾甩進來打群架呀 今天還有更多運動傷害提醒您一定要小心 對沒錯 事實上包括跑步或是跳遠都應該要特別注意 各位他是要跳遠所以呢 各位他跳起來的時候 你等一下看他哪裡不太對勁 他整個人懸空然後摔下來 你仔細看 現在仔細看 一突起 突起了事實上他可能就骨折了 你仔細看那個腳有沒有 腳其實就已經受傷了 所以這個解釋 看了就好痛喔 為什麼他在那種情況之下一滑掉以後呢 整個水可能腳就斷掉 他騰空以後會出現那個很奇怪的一個畫面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麼身為男性你可以仔細看 為什麼我看了都痛 跑過來的時候 喂 你應該是要跳起來還是幹嘛 結果 這個我不痛 你的刷射不夠 砰下去 喔 我跟你講 我跟他看這裡 我就感到我跟他講 我就很疼 為什麼 男性的這個身體器官性最淡非常痛 他竟然就直接去撞他 然後撞到痛到下來 喔 痛這麼痛啊 所以旁邊的人趕快過來 你有怎麼樣怎麼樣嗎 那種痛大概是很難形容的痛啊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有些悲劇啊 為什麼呢 在這些所謂的冰上滑冰等等啊 那麼冰上滑冰它速度都非常的快 然後弧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你看他們 要趕快的 理論上要上去了 結果打滑在他前面 然後呢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悲劇了 那麼事實上有些時候 還可能會有這個相關的生命的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自己本身 那麼是那種從 直接從高空這樣下來的話 你可能造成 你像兩個滑雪板就甩掉了 自己本身不斷地滾 不斷地滾 還會去撞 最後搞不好 連自己身上的肋骨都會撞斷 然後最後的結果是 生命可能也會有危險 謝謝 謝謝